一个多月来没有下过一地雨 击打两个主要水坝马上拉响的警报 尤其是木达水坝 储水量已经跌上了大约10% 波鲁湖的水位也狂跌200米 不少的渔船搁浅在湖边 当地渔民坦言以往7月8月都是雨季 那尽管如今陷入了干旱 但是对渔民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受访的渔民同路由于天气干旱 现在只要设好渔网 等到傍晚就有不少的渔货 一天可以赚取80到100令吉养家湖口 木达农业发展机构证实 随着古比尔湖水位下跌超过100米 木达水坝只剩下9.96%的储水量 不论水坝还有4成左右 至于安宁水坝的储水量还有8成 字幕志愿者 质